作为香港黄金时代的造星摇篮,PVB捧红了一批花旦,小生,其中就有五位兼具人气与实力的当家花旦。 岁月匆匆,如今的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状态,令人唏嘘不已。 一、萱萱,1970年,萱萱出生于香港,后就读于帝国理工大学。 毕业后,她回到了香港,并被星探挖掘,接拍了雀巢广告,紧接着又拍摄了金沙朱古丽的广告,后来TVB高层看到影像,觉得这个女生很不错,就主动与之签约。 这种待遇在TVB算是很少的,因为当时的TVB是香港演艺圈的顶流舞台,向来都是一人争破头的想进去。 1993年,萱萱参演了首部电视剧《千岁情人》,搭档的是王菲、方忠信以及林宝怡。 在TVB,作为一个新人,基本上要摸爬滚打七八年,才能换取一次上位的机会。 但也有运气不好的人,几十年都只能当绿业,像萱萱这种,真的是少之又少。 随后,她凭借时装绿正剧《一号黄亭四》而走红,紧接着又凭借警匪剧《刑事真击档案4》获得TVB事后。 在TVB发展时期,萱萱演过太多性格迥异的角色,造型也是一股一筋,塑造了很多港剧经典。 再加上,她乐观开朗的性格,在圈中拥有好人缘。 这些年,她也一直坚持拍戏,总是给大家带去新的惊喜。 之前萱萱也在内地拍了《爱情悠悠药草香》、《听雪楼》等作品。 2017年,她与林文龙、王浩信、唐诗勇一起主演了都市情感剧《不懂撒娇的女人》。 她饰演的林宁是个做事雷厉风行、独立自主的女人。 编剧在制作前下足了心血,他们发现香港30岁以上的女性,三个里面就有一个是圣女,因此才构思出这部剧集。 而萱萱虽表现突出,却在《无限事后争夺》中输给了唐诗勇,而这也让观众气愤不已,因为他们认为TVB是在捧唐诗勇上位,而这也让唐诗勇得了一个醉水事后的称号。 在戏里,萱萱经常饰演萨爽干练的职业女性,而在戏外,也曾因为性格耿直与很多圈内人交恶,还给自己招来不少绯闻。 在个人生活方面,萱萱目前还是未婚,也没有恋爱。 2009年时,她与外籍兽衣Wong Baster相恋,可惜这段感情仅维持了两年时间。 不过,武林家的她状态保持得不错,之前在直播中她穿了一件粉色衬衫,虽然能看出一些岁月痕迹,但气质依旧在线。 近日,有网友晒出萱萱素颜逛街的生图。 她穿着朴素,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,透着一股低调沉静的气质。 2.蔡少芬 17岁的蔡少芬在欠了巨额赌债的母亲的催促下,报名了港节选拔赛。 虽然没有一举夺冠,但是继军的头衔加上漂亮的脸庞已经足够引人注目。 母亲和阿姨毫无顾忌地把蔡少芬介绍给当时的富商刘鸾雄。 蔡少芬18岁那年,刘鸾雄豪至百万,摆桌庆贺,替蔡少芬的母亲还了大部分的赌债。 送车送房送珠宝,蔡少芬就这样开始了被包养的日子。 或许是出于同情,那时刘鸾雄的原配不仅没有憎恶蔡少芬,反而当着媒体夸赞分女很乖, 并教她跳舞、学礼仪。 蔡少芬拼命拍戏赚钱,想让一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。 可是过早承担了家庭的重担的蔡少芬,最后依旧被现实压垮。 蔡少芬的母亲不仅没有收敛本性,反而开始疯狂放纵自己。 因为她知道女儿会帮她还债,女儿不行,还有女儿背后的刘鸾雄。 甚至因为利益,2000年时蔡少芬的阿姨公开直言,蔡少芬是自愿被包养的。 来自亲人的背叛和羞辱,终于让蔡少芬崩溃。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和亲人无休止的压榨,27岁的她做了此生最痛苦的决定,和母亲阿姨断绝关系。 她召开记者会,在镜头前痛苦地将伤疤揭开,她恳请大家不要再借钱给母亲,她真的没有能力再去偿还。 这些年省吃俭用,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利地伤害和放纵。 1998年,蔡少芬就凭借天地豪情获得TVB侍候。 十年后,她又凭借珠光宝器中的反派康雅斯,再度入围TVB最佳女主角奖。 此后,蔡少芬转向内地发展,因为《青宫剧甄嬛传》中的复黑皇后一角,收获了一波内地观众的关注。 此后,她也出演了《美人无泪》《非常幸运》《反弹风暴2》等作品。 但是近些年的蔡少芬很少拍戏了,她更多的是接综艺节目,还被网友们说她现在是综艺卡。 在个人生活方面,她三年内生了两个女儿,又在19年时追生了三胎儿子。 产后的蔡少芬状态下滑许多,整个人老太明显,素颜的她面容憔悴沧桑,丝毫不见昔日的女神风采。 她之前曾在某节目中,提到自己应该是有四个孩子的,但因为胎庭,所以失去过一个小孩,以至于蔡少芬还在节目中伤心落泪。 虽然,这两年她也在保养,但整个人还是老了许多。 3.张可怡 同样是52岁的张可怡,她在1989年因出演电影《英雄本色3》《夕阳之歌》从而进入演艺圈。 之后,她凭借年代剧《难兄难弟》获得20世纪TVB五大最难忘的女主角奖。 2003年,张可怡出演了时装穿越剧《九五至尊》,在剧中饰演率性善良、重情重义的吕四娘,并凭借该剧获得TVB侍候。 前些年,张可怡也来到内地拍戏,出演了《陆珍传奇》《风中奇缘》《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》等作品,近两年,她的作品就比较少了。 不过张可怡保养得很不错,面容依旧白皙细腻,脸部也没有明显下垂老态。 近期,张可怡还来内地上综艺了,在《无限超越班》中,她一头短发亮相,不愧为昔日TVB最亮短发女神。 在《金之玉孽》的作品表演中,张可怡饰演的安倩,气质依旧。 即使过去了18年,她的面部紧致,几乎看不出太多岁月痕迹。 不过,张可怡现在也是截然艺人,私下里她经常会运动锻炼,也会出去旅行享受生活。 她曾在采访中表示,身边的朋友家人都会陪伴自己,所以即使单身也很快乐。 4.郭可怡 港姐出道的郭可怡,因参演TVB电视剧《形式真机档案》出演高洁一角走红。 作为TVB的当家花旦之一,郭可怡的戏路很广,无论是刚强的职业女性还是泼辣的家庭主妇,她都能很好地拿捏角色。 她还在2002至2004年期间,凭借法网依人、俗世情真和青出于兰三度夺得TVB事后。 不过现在郭可怡已经不演戏了,她本身就出身豪门之家,父亲是香港富商,留下上益资产和亿万塑胶生意给四名子女。 在她爸爸临终前,要求郭可怡回家接管塑胶生意,所以她就回家继承家产了。 在个人生活方面,郭可怡与港星林文龙因戏结缘,两人在2004年结婚,还欲有一个女儿林天若,现在女儿也长到12岁了。 从郭可怡之前晒出的照片来看,她保养得也不错,虽然能看出法令文的影子,但整个人神采奕奕的,颇显贵气。 和老公林文龙同框时,他们夫妻俩状态都挺抗老的,看起来甚是恩爱般配。 5.陈慧珊 陈慧珊被称为TVB上位最快的当家花旦,因接连出演了《一号黄庭》、《见证实录》、《尿首人心》、《冲上云霄》等经典港剧,一举奠定了她知性、职业的气质和定位。 之后,陈慧珊离开TVB发展,还曾在内地拍了《杜拉拉生直记》。 他与职业经理人钟佳红在美国密婚,怀孕后陈慧珊宣布吸引回归家庭。 没想到在2012年时,陈慧珊老公宣告破产,陈慧珊只能全面付出工作。 但那时他已经退圈,所以去了深圳一家英语机构教英语,负责少儿英语的教学工作。 2017年,陈慧珊离开了这家英语机构,回港担任YOTV节目监制。 此后,陈慧珊还动了要回TVB的心思,可惜现在TVB都没落了。 2019年,他开始自己投资拍摄提唱《终身自教》的访谈节目三部曲放学后,可惜这档节目反应也比较一般。 在前不久的视频中,武林家的陈慧珊状态下滑明显,还被网友们说他现在油光满面的,一看就老了许多。 不少网友直呼都快认不出陈慧珊了,觉得他这些年应该过得也不容易,所以透着一股疲惫感。 作为TVB当红时期的当家花旦,这五位女星都在荧幕中留下了经典之作,让人为之印象深刻。 不过现在的她们境遇不同,也是令人挺感慨的,希望她们之后能一切顺遂吧。